举秋毫不为多利 见日月不为明目 闻雷霆不为聪耳 我觉得从这个句子里面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去思考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力气大 你真正的力气大 说这个如果你是 你说我能举起来一片叶子 算不算力气大 不算 你说我能看到太阳月亮 算不算你眼睛明亮 不算 因为大家都能看到 对不对 真正的是 你能举起别人举不起来的 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你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 这是一种智慧 还有一种智慧叫什么呢 还有一种智慧就是叫 去做那些轻松一些的事情 他说你能够把一件事情做成 大家都给你鼓掌 并不见得是你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是 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没人给你鼓掌 比如说 你看我举起了一片叶子 有人给你鼓掌吗 没有人给你鼓掌 你说哇 我能看到太阳月亮 我能听到天上打雷 没有人会给你鼓掌 但是你做什么样的事 就很重要了 你是去挑那种特别难啃的骨头啃 还是你去挑那种 实际上对你来讲 顺水推舟的事情 所以你看后面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古之所谓善战者 胜于义胜者也 真正擅长打仗的人 都是去打那些容易打的人 义胜者 就是此时他已经很容易被人 就可以被人干掉了 所以你要知道打仗的时候 在很多时间都在干什么 不是在打 而是在等 打仗过程中 很多时候都是在等 等就是等两个东西 第一 在等的时候让自己变强 积累自己的力量 第二 等别人犯错误 这就是打仗的关键 别人犯了错误 抓住他犯了错误 这个时候他就很容易被你打败 你去攻克他 你不要等到人家跟铁桶似的 防守特别严密的时候 你想去打败别人 这是很难的 后面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善战者之圣也 无志明无勇功 顾其战 胜而不特 他说这个真正擅长打仗的人 他好像都没什么名气 就跟扁鹊他大哥一样 永远是你没生病 我把你干掉了 你特别弱的时候 我把你干掉了 你觉得他会很有名气吗 他会很有勇气 会很有勇敢之名在外面吗 会很有大功吗 对吧 他说他打仗呢 胜不特 说他是不会去有那种特殊的 哎呀 这个好不容易打赢一场 不会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其所措必胜 胜以败者也 哇 这句话太厉害了 这句话太厉害了 这句话他说 我们取胜 都是打那些 他本来就要失败了的人 他已经犯错误了 我帮他一把 你自己已经在作了 对吧 我帮你一脚 就这种的 所以这里边体现出来的 孙子的一个思想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体会 叫先打赢 再去打 先能赢 再去打 叫先赢后战 就是你先确保你是能赢的 什么时候确保你能赢 第一你自己的力量很强 第二 敌人犯错误了 我确定我能赢 我再去打 这就是他所谓的百战百胜 所以他跟百战百胜 跟这个不能必胜 其实并没有道理 就是我 我不能胜的时候 我不打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我不去试图攻击你不就好了 确保能攻击你的 打赢的时候 我再打 所以他说 故善战者立不败之地 而不失敌之败也 所以想要真正的学会打仗 关键就做好 这两件事情就够了 第一件事情 叫做立于不败之地 让自己不会被打败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当敌人出现问题的时候 不要失去这个机会 对不对 就干这两件事 如果你第一件事干不好 你还想打败别人 你上来就被别人干掉了 当然你 你确保自己不被别人干掉 你也不一定能赢 因为有可能敌人 这个战斗战斗的机会 是稍纵即逝的 有可能敌人犯错误的时候 在那一瞬间 你抓住这个错误 快速出击把它干掉 这也需要一种能力 曹操打 袁绍 就是这样 曹操首先是 立于不败之地 先让自己军队很强大 然后这个做好 基本的防守工作 因为袁绍的兵力 比曹操要强大得多 然后他就开始找 袁绍的问题 直到某一天 三文言语里面讲的是 许优 对不对 许优来投靠曹操 然后跟曹操讲说 他有一个重要的弱点 就是他的粮草种地 乌朝 派了一个淳于穷 在那里守 而淳于穷是一个喜欢喝酒的 这个智大才疏的人 这就是他的问题出现了 曹操抓住这个问题 带五千兵 快速干掉了 这个叫做 立于不败之地 不失敌之败 如果你失去了这个战机 失去了这个战斗的机会 那可能你也就错过了 能够赢别人的机会 所以这个是战争的艺术 很有意思 后面讲说 事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这个意思就是说 能打赢的军队 永远是先知道自己能赢了 然后再说 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打 败兵呢 是先战而后求胜 打败了的都是 哎呀 不知道能不能赢 冲啊 最后说打的时候 咱们加油 咱们争取能打赢 你连能不能赢 都不知道你就去打 这就是胜兵跟败兵的区别 真正的厉害的人士 先胜而后求战 我知道你打不过我 来 有本事跟我打一架 这个话我才会喊出来 而不是我愣头青一样的 也不知道你什么实力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实力 我说有本事上啊 上了之后被你胖揍一顿 对不对 这是胜兵和败兵的区别 后边他有讲说 善用兵者 修道而保法 啊 顾能为胜败之正 对吧 这是擅长用兵的人 修道 上下一心 确保自己强大 保法 严明军纪 确保自己军队的战斗力 这是真正的 善用兵的人 他可能 不太会像大家 以为的那个样子 说每天肚子里边 都是阴谋诡计 也不练兵 也不干什么 所以其实 在中国的历史上 有很多真正厉害的将领 有一些 长盛将军 你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你们知道的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 名字 就是 哇 这个案例说打不赢 他竟然打赢了 哇 他太厉害了 这种属于特殊 极特殊的例子 你想 这个战争的历史 几千年 这种例子才多少 战争历史 几千年下来 像我刚才说的这种 大家都觉得打不赢 结果他竟然打赢了 这种例子有多少 很少的 但是你不要以为 这就是常态 没有吗 你不要以为这是常态 啊 这是 这个叫幸存者偏差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 这个兵法啊 这个军事是很有意思的 它其实是一种思维模式 它会告诉你 很多事情并不像你表面 看到的那个样子 并不像你表面 看到的那个样子 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 真正善用兵的人 其实是老老实实的 统一军队的价值观 啊 统严明军队的纪律 对吧 然后严防死守 不让敌人打败 然后趁着敌人有 有问题的时候 冲出去打他最弱的点 就是这么朴实的道理 就是这么朴实的道理 但是很多人不明白 很多人喜欢投机取巧 说哎呀我能不能 这个不够精彩 我能不能来一个这个对吧 特别奇思妙想的东西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你越有 你们你们各位同学 你们越到最后越会发现 最难的事 是老老实实 这是最难的 这是最宝贵 这是最快的 慢就是快 是这个意思 有的人就不停的 想要寻找捷径 结果把所有的时间 都浪费在寻找捷径上 实际上很多时候 没有捷径 你扎扎实实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是最好的 所以不要 不要想要投机取巧 投机取巧是不行的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我去看有一些 这个事情啊 我就越来越会有 这样的感慨啊 我以前看那个 金庸的小说 我看到郭靖 我说这个家伙好笨的 最后怎么能成大侠呢 你到最后发现 偏偏是这种 看上去最笨的 一板一眼 老老实实练功的人 最后是大侠 实际上真正的 想要成就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玄妙的地方 就是老老实实的 努力用功 找准了方向 不要犯错 就可以了 所有想要投机取巧的 想要说 哎呀 我能找到一个什么东西 别人都没找到 我趁着他 马上就就厉害了 这种最后都走不长远 所以人家说 善用兵者 很简单 修道而保法 就够了 就像是这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东西 就像是这样的一样的一样的东西